台湾顾问团座会购台湾 收受贿赂罪最轻的本刑就是十年以上 所以林一世这次一个重大贪毒 六千三百万元这起案件 这样的一个最新的起诉的罪名 算不算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犯罪呢 而根据最新的一个规定 他由于这个不能够完全做求刑的动作 所以今天在特征组的起诉书内容当中 我们不知道到底求刑是多少只有罪名而已 但是我们来看看 林一世从担任立法委员到担任来到行政院秘书长任内 那么现在出现这所贿六千多万元的一个行为了 真的是非常嚣张 特征组今天这样的一个起诉四大罪名到底够还是不够 而太太呀彭爱佳以及妈妈沈若兰也一起来收贿 我们也要来关注到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世家 而林一世可是马英九总统非常提拔的这个青壮派的一员 结果呢现在利用职务所会又贪污 好马总统是人不明而已吗 清廉执政其实结果会是个笑话呢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今天我们好好带大家关注了 四位来宾先为您来做介绍 我们首先介绍资深评论员刘亦宏 大家好 再介绍是民进党网络发展部主任郑运鹏 好继续介绍也是资深评论员唐湘龙 好我们再介绍是环球科技大学副教授欧崇敬 大家好我安 好我们就带您先来看看那今天整个起诉书的内容的接近消息 这个案件并没有具体求刑 那之所以没有具体求刑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监察院纠正房屋部认为结案的书类 不应该再对被告具体求刑 没有具体求刑但罪名可不清 林医师部分涉犯贪污之罪条例中四项罪名 包含违背职务行为收贵 隐匿贪污犯罪所得财物 职务上行为要求贿赂 以及财产来源不明罪 最后一项是手装起诉案件 四罪将一罪一罚合并处分 而整编人彭岸佳则是因为掩饰先生重大犯罪所得 造洗钱罪起诉 至于林医师的母亲沈若兰涉案頗生 与儿子同样涉犯违背职务行为收贵 隐匿贪污犯罪所得再加上洗钱 连兄弟都因为协助遭到起诉 但他的丈夫林医师的父亲林千宝 从头到尾没有被决坛全身而退 至于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让丑闻扶上台面的利友公司 顾责人陈启祥 则是因为涉嫌行贿将发交高雄地检署继续整办 事实上他的证实 从头到尾都反反复复 不清不楚 并没有所谓逼迫翻供的问题 那事实上检案官认定事实 事实只有一个 曾经没有放水侦办 强调侦查结果显示 没有更高层涉案 特证组半小时的记者会 现场发放60页的新闻稿 其中有16页 三分之一的篇幅 都在解释媒体曾报导过的内容 不符事实 答案结案 林医师一家人的犯罪所得 都将依法没收 而沈若兰烧毁或冲下马桶的巨额 也将一一追讨回来 中年新闻 旅龙生物体羊液南州 A3G小组台北曾经报导 好 这么起案件呢 藉由这次的新闻 或许大家可以唤起很多的记忆 能够清楚到今天特证组 整个起诉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概念了 来看看这60页的一个起诉书 我们手上都拿到 上午10点半钟拿到之后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 短时间真的要完全阅读完毕 来理解整个案件 重点是里头非常多的圈圈叉叉 这是个资保护法的一个 这个需求的情况之下 就看得非常辛苦 这16页 全部都在解释 最近媒体在关注整体事件 这个请教义鸿大哥 这次特征组这么做 到底是不是 是越说越清楚 还是越说越不清楚 不过重点 要请义鸿大哥 帮我们来解释一下 四大罪啊 到底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个刑期 今天不讲 但是我们这边做了整理了 我们先把四大罪告诉给观众朋友 我们再请义鸿大哥 好好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贪污制罪条例当中 第一个是违背职务行为 收受贿赂罪 刑期有期徒刑 至少10年以上 或判处到无期徒刑这么重哦 并科1亿元以下的罚金 这是第一罪 第二罪是隐匿贪污犯罪所得财物 这个刑期是7年以上 7年以下 并科300万罚金 第三罪 职务行为 实务上行为要求贿赂 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并科是6000万元以下罚金 第四罪 财产来源不明罪 是五年以下的这个刑期 并科财产额度以下的罚金 我们来看到 特别是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可是 目前整个罪正式成立之后 第一宗被起诉的案件 利用大哥 这算是很重大的一个 起诉的内容 真的是犯罪犯刑非常的严重 其实林律师的案件 就是大家所讲的 就是拿钱嘛 就是贪污嘛 对 那到底用什么罪名 起诉 这个罪名呢 当然 以特征组来讲 只要人卡到边了 他都给你起诉了 尤其财产来源不明罪 以前从来没有这种起诉过 因为财产来源不明罪 所以当初大家的意思就是说 主要公务员 我相关大会问你 你的财产 你说为什么 你收入这么少 为什么你开名车啊 什么住豪宅啊 你就要说明 如果你不说明就犯罪 但是我们法律改的不是这样 我们法律改的是说 你设有贪污罪的时候 然后对你的财产 又说明不清楚 才会构成财产来源不明罪嘛 所以以前都没有用过 这次用在林律师 是对的嘛 林律师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弄 因为他只要有一条成立的话 第一条成立的话 他就可以判到无期徒刑 是 判到无期徒刑的话 你一定要 目前新的好像 我记得好像 可能关门25年以后才能假释 那如果你林律师 你这个每个罪名都成立的话 他全部加种起来 也不会超过30年 你的上限限制 他服刑的时候 刑期不会超过30年 那不超过30年 如果过一半能假释的话 也就是差不多15年 16、17年就可以征减假释了嘛 所以我现在觉得 林律师的案件 我们现在研究他 到底会判多久 我觉得是要到法院去审议 因为这个里面是很有爭指的 有一些是有爭指的 就是譬如说 特征所认为 林律师 林律师立法委员 那那是立法委员 你叫中刚还是什么 蒂勇帮他瞧事情 是不是他的职务范围 这就有两种不一样的说法 对不对 有的说 实施影响力的话 他就构成贪污 有的说 这不是他的职务范围 那到底他会不会以后 只单纯构成榨期呢 如果说你拿钱不办事 会构成榨期 但是如果拿钱有办事呢 拿钱有办事就不会构成榨期 是 没有榨期的意思 连榨期都不会 因为什么 我没有骗你钱啊 你钱给我 我去帮你办事 如果没有办成 我会没有骗你啊 是不是 所以林律师案件 不要在这法调政治 现在大家比较重视的是 因为林律师案件被爆得很大 是 大家看他会不会往上发展 嗯 往上发展 发展到无敦力啊 这些人 目前为止是没有 没有往上发展 所以一般以前大家预告的长期核爆 什么这个政治的核爆没有发生 嗯 然后现在查说 有没有往外扩展 是 林律师 我是拿钱 我一个人独分 还是分给其他公务员 目前查的结果好像 也没有 也没有往外扩展 对 那当然 有一部分要发给高雄地监图查 嗯哼 所以还要查啦 有些人对这个案子 是失望的 因为他们希望把这个案子办得很大 嗯哼 那结果弄到最后 林律师 只办到一个林律师 目前在押时有一个林律师而已 是啊 那等一下会 以审 对 林律师会不会继续被押 也是大家一个很关注的问题 会不会 我的研判 如果是重罪 还有还有这个这个 有没有串政的话 我觉得一半一半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风头上 搞不好会继续延压 所以还有社会气氛的问题 但是叶勇大哥你帮他点到 这个罪呢 刚刚讲到再怎么判呢 最高最高 也不能够超过30年 好 那再来呢 接下来在罪的认定上 到底有没有拿钱不办事 到底是不是职务范围之内 这未来到法院会有争议了 那再来就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他现在整个一起的事情 好像就单单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已 家族嘛 包括太太 包括妈妈 包括舅舅而已 其他通通没事 这到底算是一个查得很清楚了 还是呢 当初所谓的一个所谓的政治核报 现在报不出来 不知道郑主任你们怎么看 到此为止而已 因为今天16页的一个说明说了 完全大家质疑通通没有问题 我在这说明清楚 大家上网可以去看 所以这个事情单纯单纯到 就是林医师自己的一个所谓案 是他个人的这个品德有问题 林医师他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在于说 当然案件本身他是有证据的 而且那录音带是被公开的 真的很特殊 所以案件很精彩 但是另外一点来说 就是说林医师有没有可能 只设这个案子 因为林医师的背景 他不是突然就当行政院秘署长了 他之前是国民党立委 然后就就我们最近看到的案子 包含说以前的立委那个 交付本啊那么多的 你没有看过这种金额的 有没有可能第一次设案 只有这个案子就是这个金额 而且还拿到 对他有一部分收惠是六千三嘛 这是拿到的 还有一部分所惠就是八千三嘛 但是没拿到 所以是所惠 所以两条了嘛 就说有没有可能只有这个案子 到目前一直 我们看到说行政院 针对他那行政院秘书长任内的 行政调查里面 那看大家想不相信行政院 所以说完全没有其他案子都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想不相信 第二点就是针对特征组 也就是刚才国朱尼拿出来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特征组在这一份那个新闻稿里面 五十几页 特别附了十几页的这个说 林医师案外界质疑问题说明对照表 那这也有的我都看了 这个表里面的我没有意见 但是刚才我们进节目的时候 那我们那个制作单位特别做了一段 他也提供一句话是关键 也是前几天的杂志里面 也是有说出来的 就是关于林先保为什么没有被传 这一点并没有说明 这也是一项外界质疑的 是最新质疑的 那为什么林先保没有被传 大家听到那个录音带 林先保是在场的 那在场的至少是证人 为什么他可以不被传 那林先保是什么 就是林医师的爸爸 他是国民党这个体系下来 他是前辈 而且是父亲 那很多人认为说这样的金额 这样的权势 这样的应用一定是家传的政治手段 那如果你都不去议策这些东西 就是说光是一个证人 为什么特征主不传 那外面有些人讲说 不然你要跟他怎么 你要传 你如果想要对我们家抄家灭族 那我可能就报出其他那些内容来 这一点特征主就必须要在 这里面说明说你不传的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以尊重 这个调查来看的话 其他我都不管 但是这个为什么不放入说明 至少特征主要清楚去报告 包含今天特征主说 说为什么他不具体求行 是根据监察院 我都查了 OK都有来源 监察院的确在5月9号 有这样的一个决议 你也尊重了 可是外界的质疑 在林先保这一端 我是呼吁说特征主 今天下午就马上补充说明 凭什么不传这个证人 想到这的话 那一用大哥这个人 长期跑这种社会新闻 那刚运鹏质疑的这一点 没有做应该怎么解释他 特征主今天也没做说明 为什么没有传林先保 对还是不对 在整个侦办上 不传一定有不传的原因嘛 也就是说没有传的必要 就是说有其他的政治里面觉得 根本不需要传林先保 因为他根本就从头到尾不支钱 都是他母亲的人在弄 不是 这可以交代 那这个是新闻稿 我不晓得他那个起诉书上面 有没有提到 我不晓得 那这个我下节目之后 我跟特征主联络一下 我问一下说 为什么这个林先保 这个是一直指引到现在 因为在那个 那个所谓的光碟当中 是有听到他的声音的嘛 所以这为什么 这样没有做处理 那光碟在场也不只有林先保 有什么司机啊 什么东西 难道只要在场 通通也要藏 他传了80来个人啦 但是没有讲到 有传林先保啦 对 等一下有这个有个质疑嘛 对 因为我认为 如果他有传的必要的话 他就会传 明知道根本没有传的必要 譬如说 我跟唐强龙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 这个局势 我这个人做的 唐强龙根本不可能说这个事 那我去传唐强龙干嘛 那我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传 还是私下有访谈 没有这种笔录 了解一下 根本不需要传 但是我觉得 运鹏讲的是合理的 因为外面已经讲得沸沸扬扬嘛 你既然把所有疑点 都已经对外公布的话 林先保不顾你 应该有些交代的 好 那下面我们看到这 那现在 就这个罪名上来看到说 他到底是个重大犯罪 那现在看来 准起事件看来 就是他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问题 就林一世一个人的问题了 我们这样子 现在今天这个处理的模式 我们该怎么看 今天出来 也有人这样的解释说 最近马政府事情实在太多了 马上把林一世的事情 也搬了出来之后 整个焦点应该就转到 这一个 一个贪毒案件上去 至少发酵个两三天之多 但这样我们有看清楚吗 特征组有算是 真的是正办的清楚了吗 马上有瑕疵被点了出来 那今天这么一个 最新的起诉的内容 当然各方说法都会有 但大家应该怎么去看它 如何心平气和的来看它 我觉得心平气和的很难 因为它有高度的政治性 那林先保没有被 没有被约谈 我的了解就是说 一方面案情所有的其他的 不管是监听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这些这些这些政务 以及就是说包括 包括陈锦强他们这些人的 公诉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都没有谈到 林先保 再来林先保的年纪大了 他的他其实他的精神 精神状况 并不是太OK了 那但是当然就是说 因为大家会拿 会拿就是说 陈锦强的案子里面 所贞的妈妈做例子 那我觉得到了法院之后 因为那个到了法院之后 你还是可以用 用传证的方式去处理 就未必就是说 林先保一定就从头到尾都 都不会有声音了 还是可以用传证方式去处理 不过这个案子他 因为过程当中 不断有一些 有一些政治力量 想要把它要发酵 要扩大 所以你发现 不管是周刊也好 或者是说 特定的媒体 甚至胡中信也好 就是说不断的 在营造出那个事情 没有我们想的 这么单纯的味道 所以当你起诉说 错来的时候 发现它很单纯的时候 因为单纯到 包括之前 苹果日报曾经在 在头版列出来的 好像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知道临时接受测谎 问了哪一些的问题 哪一些有反应 哪一些没有反应 事后发现都不对 其实 连那个测谎的新闻本身 我的了解都不对 就是跟事实的落差甚大 那现在最少在 在包括后面的 这些说明的部分 把媒体有关的质疑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特征组知道 这件事情的政治敏感性 所以在后头就附上了 刚刚就说运鹏所提到的 就是说媒体的各项的质疑 他们就整个查证的过程 然后干脆帮你做重点提示 省得你看起起诉说 看得很麻烦 他就把你都把它整理出来 就我为什么没有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怎么样 对 不过这里面当然可以加剧观察 就是说 第一个灵意是压不压 灵意是会不会 会不会蓄压 因为法院在这个时候 当下就是说整个的 整个的司法的气氛 对于就是已经起诉的人犯 是不是一定要 即使重罪是不是 要压的这个必要性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两年的司法的空气 是有蛮大的改变 这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一直认为 陈启祥积极 要把自己打扮成污点证人 可是在这份起诉书里面 看起来特征组并不买单 特征组并没有买单 特征组认为你延迟闪烁 而且把你丢给高雄方面 再办 所以这又跟我们原来想的完 完全不一样 我们以为说陈启祥拿到证据之后 第一时间全部都交代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后续的观察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为什么丢给高雄 他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污点证人 他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说其实特征组都怀疑说 你根本在说谎 或者你在隐瞒 那后续会办出什么 最后是另外一个重点了 陈启祥的污点证人没有被接受 我觉得这是案子里面很特别的一点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看到他包括妈妈 因为妈妈是有角色的 那彭爱佳是有角色的 那被列为被告我不意外 不过我觉得 以我对案情的一些 整个过程当中的了解 我觉得可能彭爱佳不见得会有事 可能不见得会有事 那当然我得到一些讯息的背后 还是要一些证据来支撑 但是我看一下起诉书之后 我觉得起诉书没有办法去证明 彭爱佳是在知情的情况下面 参与了这整个洗钱的过程 那再来就是说 那你就问到这特征组 到底办到怎么样的地步 特征组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真的已经 已经查证到非常非常的细了 包括 包括我在灵异市的助理 灵异市的司机 你说问助理问司机有什么 助理司机本来应该问的不 他不只是问助理问司机 问到助理司机的女朋友的妈妈 或者是助理的什么外族母 那些以前不知道 就是说极等轻易以外 就是跟灵异市都没有关系的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关联 他认为有可能的他们通通查 所以他为什么清查了这么多人 所以他的范围呢 远比我们想要来的大 最重要是说跟吴敦毅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跟原来大家所希望的政策的发酵 看起来又很不一样 我相信之前要相容一个 就是照相容最后一点说的 那为什么林医师的父亲 可以不用传 还是他传的不公布也有可能 这班是纪人次嘛 不是 如果相容刚刚提到说 他精神状态是有问题的话 他不见得一定要给告知 那他也可以讲 这是最新的质疑 而且很多人认为说 刚刚相容一直讲说 大家有想要政治力把它扩大 这不是政治 因为他是这个政治世家 所以他这样这么巨额的 这么老练的方式 当然怀疑说 那你父亲应该知情嘛 所以这一点是特征组 必须要说明的 而不是林仙宝 或林医师必须要说明的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 现在这个齐叔叔已经出来了 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大堆 大概60也只是一个新闻稿而已 好 齐叔叔叔内容出来之后 几乎我的结果 大家看到 现在至少在我们现场的讨论当中 就还蛮有不同的一个争议点出来 为什么每次这样大型的案件出来 总是会这样的一个结果 还是说真几事情呢 真的是大家期待太高 最后只是被特征组给轻轻放下嘛 我们待会还要继续讨论